好的 各位前行早安 家人们早安 业力讲师早安 大家欢喜来独胜讯 让我一次次以仙佛更宣进 感谢仙佛要保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第82次 世界大同圣星的研读 那今天我们同样要来到的是 天然古佛给我们的慈悲 慰己是故 那这篇信呢 我们已经有学习部分了 那我们再把前面的复习一下 俗娟 自古如有行善之真 忠信代取 强学代问 立行代取 自立丧尽 依观无欲 动作且顺 大浪如慢 小浪如问 大则戒胜 小则轻讯 居处其难 起坐恭敬 行必中正 言必诚信 东部真阳 下部真阴 道徒之中 显异随分 回拜粮食 爱惜生命 未产真理 赡养其身 上下昏云 又欲鬼产 离树为念 其字留身 与古人积 为后世尊 不保经历 忠信之律 多闻密心 不惜其谋 使见义和 人情激进 见义民意 使众典范 无徒耳草 甚至怜真 财祸不贪 生涩不淫 亡者无憾 无需摧毁 是与非也流言不及 所真明过 不再谈论 好的 这段古佛给我们慈悲的主要就是 讲一位大同意想的实践者 他本身也是一位大儒 真儒 这样子的真儒 要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尤其是在黑暗时代 有各种的苦难 那再大的苦难 由他来承受 而经历这种苦难 也不改变他 以众生为念 念念是众生 就是菩萨 让人格成为后世的楷模 其次 一位真正的儒者 不以精益为宝 而是要以品德为宝 能忠信致力 温文守终 以时寂静 或泼玲瓏 其三 还要有道义民心的儒者风范 首使善道 连针不贪 声色不淫 其四 忠诚信实的儒者 不畏是非流言 而改变心智 首针反照 行其改过 日心其得 恕如 来者不欲 心意平和 事功耗权 亏于劫仓 辅佐加行 思想安分 置信置行 莫有不前 待人而行 不断其微 报德不小 不仁何损 仲劫不拒 兵祖不赦 祭前且述 岂可入矣 不可侵犯 刚毅精神 居处不过 简单素养 饮食不入 心占均衡 乐道无忧 又能安平 不得这一段呢 给我们的勉励 是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应该能够心平气和地去处理 每一件事情 那不争前卫 只问 杰操无亏 守好朴实的美德 其次呢 要有自然存厚的真性情 一切以仁爱为本 展现儒者的人德风范 其三呢 自然行德的儒者 既有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仪 威武不能欺的那一种刚毅精神 其次呢 儒者的生活 非常的简朴雅致 饮食清淡 安平乐道 就像言辉一样 孝胜言辉 好 我们今天要来到的是第四段 我们请王讲师 心不可洁净 净不可破 卧失为变 不可面熟 善去不长 善受尽心 生可为也 至焉人夺 博学不穷 笃行不倦 幽机无学 善通不困 你必以和 悠有以乏 目显隆重 伪方瓦什和 充裕德性 宽管胸襟 世智不清 世乱不渠 同己不渝 亦己不飞 物存骄慢 功高至今 好的 第一小段 我们请录解 清不可洁 敬不可破 过失为变 不可面熟 善聚不察 善受尽心 如者外表很温柔 但内在的操守却很刚强 与人亲近和善相处 但却不能以非礼的方式 胁迫他 他若有过失 可以委婉地加以说明 但不能当面俗说指责 善会者如果拒绝 不敢恶意泄昧来要求禁忧 善会者如果接受他的意见 一定竭尽心理做事 不敢有恶心 好 这边讲的是一位外表很温和 叫做温文儒雅的儒者 这样的儒者 也是一个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他的特质在于说 他能够亲近和善 也就是善于亲近人 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尤其每一位白羊天使 来到人间 我们就是要度化众生 要唤醒兄弟姐妹 把我们这一些 颜胎佛指 老母的颜胎佛指 统统带回礼天 如果我们不能善于亲近人 像以前的修行者 你可以闭关修 你可以不理人 清清静静的修 但是白羊修行的划门 那是不一样 那要跟人互动的 不离不弃每一个人 每一个有缘的众生 所以要善于亲近人 然后跟人之间的相处 一定要能够文过则喜 忠贞不二 而不是这个 听到人家讲不好听的话 就跟人家吵架了 甚至也不会用一些 恶以禅媚的话 来求敬 这种忠贞不二 就是敬自己努力去做 而且不有恶心 好 我们请小沛 真可为业 至焉能夺 博学不穷 笃行不倦 幽居无邪 上通不困 如者的人生可以受到危害 但志向却是不可动摇的 如者广泛地求知 广泊地学习而没有宗旨 切实地践行而不知疲倦 虽然隐居处事 不得致实 也不会放纵自己 不做邪癖的行为 通达于上的时候 得以实践理想 而能畅行无主 也不会得意妄为 而遭受困恶 这位如者 在实践理想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 当然 各种考验断练都会有 那这个时候 志向一定要很坚定 生可为 而志不可夺 意思就是说 那种志向非常非常坚定 不可能动摇 就算危及他的生命 要他改变志向 他也不可能 另外呢 一定也是非常好邪深思 博邪多能 因为为度一切众 要遍血一切化 切切实实的去实践 虽然有时候隐积独处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一定 会有很好的舞台 可以发挥 但是人不知而不韵 他依然做他可以做的事 不知疲倦 笃刑 笃刑不见 就算 没有他花挥的舞台 没有他花挥的作用 他也是默默的 修自己的内德 不做邪癖 以至于呢 终将能够有所花挥 通畅无主 通达无碍 叶丽讲师 你并以和 悠游以法 目前荣重北方和瓦 北方瓦和 充裕德性宽广胸襟 他能真正了解 你的本质虽然很元素 但其最大的效用 会在和平 对于能以悠游温和的方式 主事者效法他 对于有才德的贤者 仰慕并推举 也宽厚地对待广大群众 虽应该有自己方正的操守 然而有时也要隐藏其领甲丰盲 与一般群众相隔 儒者在待人处事上 往往是充裕自己的德性 宽容厚欲对广大雄心 来评议尽人 所以 我们天然古佛很慈悲 勉励我们 当一位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本身并不是一个极言力色 一个很严肃也不容易亲近的 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儒者 那借着不离不弃所有的众生 用这样来磨练来锻炼自己 所以 理以和为贵 他会非常重视这种理的实践 从这当中来修炼太和 同时在跟人的互动当中 宽厚地对待广大的群众 同时 也尊敬每一位贤德者 同时又要隐藏自己的麟角锋芒 这个叫做 慕贤荣重 以充裕德行 所以 这位儒者一定都是 一位心胸非常的宽广 能够包容 一切的众生 而且又平易近人 这样子的一位 温文儒雅的儒者 俗娟 四次不轻 四乱不举 同己不已 亦己不悲 勿存娇慢 共降高至今 不应事到清零而轻飘 也不应事到混乱而沮丧 对意见相同的人 不必特地去亲近赞美他 对意见不同的人 也不诋毁他 且勿存有娇慢之心 也不要降高 跨大浩慢 好 所以这里呢 天然古佛勉励我们 一位真正的儒者 他是不管在 所谓的治世 就是有道明经治理天下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变得天下太平 大家都很和乐 这种时候呢 这一位儒者也不会 因治世而轻飘 轻飘就是显得很轻浮 不够庄重 那如果遇到的是乱世呢 这位儒者呢 也不会因为乱世而感到沮丧 而没有那个动力去努力实践 这些心中的理想 好像觉得没有希望 这样子 不会 所以同己不已 异己不非 那同己就是对赞美他的人 跟他意见相同的人 他也不会因为 这样子呢 就对这一个人 特别的亲近 特别的赞美 那乱己呢 就是诋毁自己的人 甚至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人 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去批评他 去讲他的是非 所以这种叫做 不骄慢 不自尽 这是一个儒者的风范 好 所以这一段的重点 是讲一位 实践大同理想的儒者 他应该要有 温文儒雅 善于亲近人 文过则喜 忠贞不恶的 这样的修养 其次呢 实践大同理想的那一份志向 是坚定不可动摇了 广伯好学 笃行不见 不作邪辟 通达无碍 其三呢 温文儒雅的这一位儒者 他是以礼 来修炼太和 慕贤荣重 以充于德性 心胸广大 平易近人 其次呢 还要能做到 不因志士而轻挑 不因乱世而己丧 同己不已 亦己不非 不交曼 不至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五段 来 素儒 早生欲得 引辅国君 成言而服 敬言正知 上下不知安可 喜地 便于博学知福 虽国有份 本事如成 无可限量 国定昌运 经营世道 交离推翻 乡下不厌 手艺而尽 不同难前 方艳 温文 善与人同 运借后宫 并能和乐 各存信任 何至少福 百姓原理 好 第一小段 我们请王讲师 好 天守正道 方可以激发鼓励能心 使善下都可以朝持目标前进 使能能都冷静不提升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天然古佛免利 我们要当一位 以德福君 以德福君的真儒 什么叫做以德福君呢 就是本身呢 是以修养德行 目逸道德光辉 使德性纯洁 为一切努力的 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能够修德 所以呢 辅佐国君的时候 也是为了能够修德 那 但是 国君 有意见呢 我们应该要 有不对的地方 我们也要讲 这个叫做 吉言成见 要见证 但是 陈述意见之后 要能够 成言守正 也就是说 能够坚守正道 不对的地方 不符合正道 我们就要讲 不好意思 有一位真秀求前贤 麻烦 请关麦克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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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在上位者呢 有不合的地方 有不治的地方 我们还要 有耐心的 努力的去欠见 另外呢 也要懂得鼓励 激励人心 是上下都能够一条心 来共同努力 这个叫做 以德福金 让国君都能够遵循君子的正道 来治理国家 然后上下一些 请陆姐 敌立连于佛学之福 虽国有分本 事如成 无可限量 国地 仓韵 如者之道 应该敌立 器杰操守的内涵的实质 管国地学习 并知道尽如前嫌 虽然使人能进步提升 国家安定 理达而分定 有其名分 但自心本性 却是如尘土 名利如浮云 若仍然如此 则国家定苍隆 活运定苍盛 光明前途无可限量 如格武至之 诚信 正心 修心 其家治国平平下 上下一体 一礼 国家昌盛 才能加其身修 心正义成 知志 勿格 好 这一位以德福君的珍儒 这是天然谷合名利 我们每一位百洋天使 辅佐我们的前嫌 就要懂得以德福君 这以德福君 除了前面讲的 要懂得见证 见证 见证就是国君 如果有 不对的地方 不合一道的地方 不合一理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去见证 同时呢 那以德福君的真书呢 也能够上下 非常的团结 这前面讲的 那这个团结一心呢 还要懂得互相砥砌 砥砌 砥砌 抗下砥砌 那一份团结 那一份 结操 共同来努力 那尤其呢 是连结而博携 打理而民分 这方面呢 要更做的努力 让国家能够 国印昌荣 光明前途 无可限量 我们请业力讲师 今宁世道交离推翻 乡下不厌 首逸而尽 不同南前 邦艳昏文 今世道 要将世上之衰薄 颓败的风俗推翻掉 与人相处 要彼此谦虚 相败没有厌倦 行为举止 以道为本 所有建立 也都合于正义 守着道义而前进 至不同 道不可 则难以前进 人人如此 国家者美好 又有文化气息 好 这位以德府今的 这位真儒 他一定是一位 懂得以道来今世 晚颓风的 这样子的一位儒者 那以圣人之道 来晚颓风 晚社会的颓风 尤其这个国家社会 如果 越来越 败坏 所谓道德 良心 败坏 这种 要懂得 用道 天下 你言之以道 来晚颓风 这样子的儒者 他就是一个 以德如福今的一个真儒 同时呢 那 这个时候 待人 签下 恭敬不厌倦 那一种修养 以及行义守正 以尽得修业 能够成就一位 温文手中的厌恶 能够这样子来努力呢 上下一心 成就一个美好的国家 有那种文化的美好的气息 好 来我们最后 再请俗娟 善与人同运戒后宫 并能和乐各存信任 和制造福百姓人民 如者听到有利于修养的话 一定会彼此相告 看到一些有利于德性的事 也会互相转告 借着有利于自己本身 修养德性的话 来免力提醒自己 随时要遵循 以寓意其身后宫的 并且能和乐一片 互相信任 志同道合的共同造福百姓人民 好 这位以德府君的真如 一定要能够做到说 让这个国家 这个团体 上上下下 大家都非常和乐 这种善与人同 的那一种 能够上下一心 而且善与人同 能够调和大家 而且借着这个 来应遇丰厚的德性 有时候牺牲自己 来成就团体 或是成就大家 不要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 那善与人同 能够跟大家 都能够多 能够沟通 带领大家 意见能够一致 这样子呢 慢慢的能够把大家 铭结起来 这个是很重要 另外呢 诚信和乐 达太和 当然 这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要得到大家的信任 一切以和为贵 所以自然呢 这个团体就会变得很和乐 那 和制造福 能够 大家团结一致 和乐一片 自然能够团结力量大 共同为人民来造更大的福福 好 这一段呢 所讲的就是一位以德福金的真儒 他能够成言守正 上下一心 互相激励以囚禁 其次呢 这一位以德福金的真儒 能够退而下来 以大家互相相互砥砌 气节节操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团体 能够守住廉洁而博学 达理而民愤 其三呢 他能够以道今世晚颓风 能够待人牵下 恭敬不厌倦 行意守正 以敬德修业 成就温文守中的一位艳儒 其次呢 这一位以德福金的真儒 能够善以仁同 运厚得了 团结大家 并且呢 达到一种 大家都能够很真诚 诚信的在一起 能够很和乐 达太和 而且 结合大家的努力 共同来造福天下人民 好 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来读一段 我们的 弥勒净土的实践 好 那个素儒 这一位大圣米勒净土的实践者 有一个墓碑上喝着 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 死的时候是一个土锅匠 那么大家想 他复活的时候是什么人 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 如果只有一些世俗上为不足道的价值 那将随风而逝 何来复活可言 因此大家要借着今天所讲的一切 来反省自己到底能成为一位什么样的人 好吗 好 佛佛老师很慈悲 他来勉励我们的重点 就是要我们想一想 还行一下自己 到底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 因为人追踪 离开这个世间 就剩一个墓碑嘛 好 那现在呢 哇 更少了 现在呢 是一个骨灰坛 放在那里 好 那 所以以前 有墓碑 上面也许会磕 这个人 好 那 他的一生 的过程 或者说他代表的 好 那 就像这个地方 佛佛老师举的历史 他说这个人 出生是一个人 死的时候是一个锅匠 那代表说 这个人来到人间 就是这样子 过了一辈子 真的是 唯不足道的价值 所以佛老师 其实我们 不要做一个唯不足道 的 人 好 而是要做一个人 人 所 称赞 所赞美 美名勇流传 那个得责 能够流传世间的这样一个人 好 王讲师 就像最后一体 巨主大来讲 你们能接受巨主大里面 所讲的事实吗 如果您能做完了 做完聊事 没有得到赞许 而是派更多的事那里做 那你真的能欢喜接受吗 其实还是很想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受肯定 对吗 希望你们把你们的承诺 真的记在心里 好 前面呢 佛老师慈悲跟我们讲 记足大 好 这个记足大就是讲一个承担力了 好 当我们做完了一件事 前前给我们交派 交派的事 我们也 也许我们会觉得说 哇 终于做完了 我要好好休息了 啊 怎么又有这么多事 没有赞赏 只有事更多 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呢 如果我们是用欢喜 接受 觉得自己受肯定 然后呢 很勇敢的继续努力来做 那个叫做记足大 如果相反 我们觉得很累啊 每次都找我 那我很想休息 我不想继续做这样的事了 甚至逃避 那个就没有记足大 陆姐 已经把自信表听好的人举手 好 放下 听好自向表的人 为师 希望你们再看看自己的自向表 就像今天所说 训练自己把能力再撑高一点 把心量再撑广一点 既然是要撑 就是当然 超乎你所能想象的范围 大家先看看自己 还能不能再撑 好吗 还有 大家要记得 都度一个人成佛 明和净土降临的时间 就会再早一点 所以 为师 希望你们在度人上 也能够再加法力 好 这个是在最后准备闭班的时候 大家要填字向表 那佛佛老师就勉励大家 要把能力再撑高一点 把心量再宽广一点 也就是承担力 要多一点 心量要广一点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多度一些人 多为人间净土的来临而努力 小佩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页 大家对这一份志向表有没有压力呢 如果都没有压力 那么代表你们似乎没有写到自己的最高限量 还是有所保留是吧 上帝不是一位追债人 他不会整天把你们所承诺的当作债务来 要求你们交付 但是上帝是主人 他给予你们这些所有的 所能的 就是要让你们去发挥 如果在收成之日 你们带回更多 那他会给你们更多 如果在收成之日 你们一无所成 那他就会将你们原来所有的都夺回来 这件事大家都很熟悉吧 那你们在志向表上的志向 要不要静心呢 佛佛老师很慈悲 他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他希望我们不要把填志向表 好像以为填上去了 上帝就变成追债人 你会一直追着我们要交付 其实这种压力也不能说都没有 如果都没有压力就没有成长了 所以佛佛老师也希望我们能够把他提到最高限量的那一种自我的要求 当然上帝一定是非常的关爱我们每一个 我们有心有发心 他也会给我们助力 我们使出三分力 上天给我们七分力 所以不要怕我们的志向 好像很眼大很难实践 其实你有愿就有力量 上天给你的加持力可能会更大 好 最后一页我们把它读完好了 页力讲师 接下来面临的就是 要让大家亲口立愿 大家现在觉得自己有资格吗 有 真不知道大家是有信心 还是大言不差 当然有资格的标准有很多种 你的现在有不提心 有大愿力 愿意守活归戒律 你却是已经拥有最基本的资格了 但是更高深的资格 要做弥勒佛的弟子 要与弥勒佛同见同行 甚至要与上帝合而为一 这种种的目标 并不是空谈 但在最后 我也是希望经过这三天的教育以后 无论你们未来发生什么事 生也是弥勒弟子 死也是弥勒家眷 永远不离开天 也永远不离开草 好吗 好的佛佛老师真的非常慈悲 我们大概从来没有看过 有这么完整清楚来解释 立清口宴这件事 佛佛老师一开始跟我们讲 立清口是入米勒净土的入门票 等于说你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那同时呢 立清口也是成就大圣米勒净土的一个实践者 所以佛老师为了把这个大圣米勒净土讲清楚 他用七大来给我们讲解这个大圣 所以让我们整个思想眼界都向上提升 原来大圣的内涵 这么样的丰富 这么样的让我们心向往之 这么样的能够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来做 来努力 来提升自己 来达以大圣米勒净土的一个实践者 所应该有的 好 那我们这里刚好告一个段落